很多地方也都跟我们有一模一样的疑虑 在美国的密西根州底特律市 他们在今年3月的时候 收到6000多剂的交生疫苗 交生疫苗它的保护率大概是66% 它也是传出有血栓一裂的疫苗 对他们的人民的言言 为什么我们要领到的是交生 那他们的市长 他就出来说 你们给我交生疫苗 不用啦谢谢啦 现在目前在国际上面有一些疫苗 我们当然不能选择 但是彦宏有帮我们整理一份数据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疫苗的保护力到底怎么样 就是刚刚彦宏有提到 机会命运请选择的这个项目 现在疫苗大概大家现在最想要的 其实就是辉瑞疫苗 辉瑞疫苗它的有效保护力 当初做实验做出来 大家都觉得它有95% 再来是其次第二个 莫德纳疫苗也是美国研发的 大家也会觉得说 好吧我们没有辉瑞 那莫德纳也是很好 因为它有效保护力有94% 再来这个 史普尼克V 这是俄罗斯的 我们应该是不会有 再下来一个是Novavax 这个是美国研发的 但是因为美国现在还没有准许它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就也都先跳过不动 再来就是AZ疫苗 也就是台湾的 目前有67%的有效保护力 其实看起来跟前面比起来超不高 感觉俄罗斯还比较强 其实像是丹麦啊冰岛 挪威泰国爱尔兰意大利等等 他们其实对AZ疫苗都是有一点疑虑 所以他们都传出有暂停打 然后再回复的情况 那西班牙也是 西班牙它帮55岁以上的人 它才会打AZ 如果是55岁以下来 它就不帮他们打AZ了 日本一样 日本的公费疫苗里面就不包含AZ了 所以大家其实对它有一点小小的担心 但是欧洲药品管理局 他就是也针对AZ引发血栓这个疑虑 他有出来做一个澄清 那他认为啊就是两害取其轻嘛 就是你一个是疫情的风险 一个是副作用 那我们两端评估之后 我们觉得感染疫情这件事情 还是比较严重 所以他一样还是建议大家要使用AZ 就吸不到空气跟血栓你选一个 很残忍欸 对那就是现在是问题就发生在我们台湾的身上 我们到底打不打 根本就是天人交战啊 因为你 我觉得现在还好 因为现在我们还打不到 现在还是前线医疗人员先 先优先施打 但如果你要去插队 如果你七月真的要去东京 好啦不会啦我会打啦 就是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我会赶快打 因为就是希望疫情赶快缓解 不然我的篮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帮我装回来 好但是我告诉你们 其实台湾人不孤单 因为很多地方也都跟我们有一模一样的疑虑 在美国的密西根州底特律室 他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收到6000多剂的交生疫苗 疫苗来不是很高兴吗 可是其实 呃交生疫苗它的保护率大概是66% 它也是传出有血栓疑虑的疫苗 其中一个其实就是AZ跟交生两个啊 然后对他们的人民而言他们也是觉得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领到的是交生 那他们的市长 底特律市长就一个叫做迈克 迈克先生 他就出来说 哦你们给我交生疫苗 不用啦谢谢啦 我们不需要啦 他就竟然拒绝了 这是拒绝喔 他直接拒绝 那拒绝原因就是因为 他觉得辉瑞跟莫德纳疫苗 这两支是最好的 所以他只要为他人民争取这两支疫苗 那至于他的推断到底是哪里来 谁跟你讲说辉瑞跟莫德纳是最好的 就要来来看看 哦你有 对他的数据就是这一张数据 哦 这个是疫苗保护效率 欸我们刚刚看过的这张吗 没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这张 他的数据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现在图卡上面交生其实保护力是最 所以不怎么样 大概是66% 对 那其他就是 而且我还要求这张出来 好比较清楚 对啊 这是66% 其实交生先前 呃停过一阵子 就是美国有宣布就是交生疫苗 暂时停止施打 那原因就是因为有传出血栓 而且刚刚说血栓的这个 叶红说的这个年轻女性是 介于18到48岁的年轻女性 他们在施打完交生疫苗之后 两个礼拜之内就出现了 有身体不良的反应 然后前后有六个人 那就因为六个人 所以呃 当时美国的CDC就是 全国暂时先暂停施打交生疫苗 那大家就会很紧张 说 欸 那我已经打过了怎么办 我已经打过了 难道我要怎么样再把它抽出来吗 还是什么 不是当然不是 那全国很紧张 所以Dr.Polci那个时候就出来拍了一个影片说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只是出于谨慎的态度 所以我们要先让 专家去检查一下这个交生疫苗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样子 当然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是很明星啊 但是交生其实有一阵子在美国很夯 为什么 因为辉瑞莫德纳这种要打都打两季 而且中间要隔的时间很长 但是交生不一样 交生他只要打一季 所以我一次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我当然觉得很方便 对 对啊 所以现在反而成熟说 欸交生他的保护力没有那么高 那当然很多人担心 其实我个人也是对交生蛮有信心 他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也就是他只需要打一季的关系 我就算不舒服 我只要不舒服一次就好 我不用再去回答 但是呢 没有想到 就迪特律他真的就不要 而且他们就要 辉瑞跟莫德纳 可是我告诉你他们最后其实没有成功 这不能不能让他成功吗 这只要他成功 那全世界是谁谁要谁要交生疫苗 可是你刚不是说美国人可以自己选吗 辉瑞莫德纳跟交生他们可以自己选 我想要哪一种吗 所以等于是说交生如果到他们那边 我不打交生就是不打交生 好啦总之他最后是拒绝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几个数据 好 首先是这个疫苗他做实验的时机点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就是在辉瑞跟莫德纳 其实是疫情一开始 他们就开始立刻研究疫苗这些事 他们在做实验的时间点 这两支疫苗的时间点蛮近的 都在2020年的8月到11月左右 他们就开始大量的研发 再来就是交生交生的脚步比较慢 他们是在2020年的11月到2021年的1月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跨年的期间在研发的 好 那就你就知道这两段时间 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两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跨了一个年从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 发生了疫情有一个变化 有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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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题也蛮难得 有一个变化就是印度疫情爆发 对 日本疫情爆发 各地都鼓鼓鼓鼓鼓 Member 到1月的时候 在欧洲 在欧洲 当然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国家 连总理都燃疫的国家 总理 喔 英国 对对对对对對 对说过 英国变种病毒原因来了 英国变种病毒在我们开开心心 Origin Base 我们台湾人 没有跨年的时候 内 Faith 没有跨年的时候 他竟然就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好 英國變種硬毒癌 但是我們其實我們並沒有立刻發現 他的存在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實驗就一直持續 那你蒐集來這些實驗的人 你不知道他到底得到的病毒 到底是之前肺炎的病毒 還是現在這個 偷偷混進來的英國變種病毒 那實驗就一樣進行了 但是最後 嬌生出來的這個有效率 就變成只有百分之六十六 也就是說這個實驗 所以現在這個數據是針對 病毒變異之後的數據 我不是專家 我不能下這麼重要的結論 但是我只能告訴大家 你在看這個 疫苗保護效率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想想看 因為每一支疫苗 他研發的實驗 研發的時間點不一樣 他做出來的實驗 樣本其實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導致他們最後 會出來不一樣的效果 不一樣的數據 對症下藥 但是如果症已經不一樣了 但是你有時候下藥就是沒有什麼 對 也許這是一個造成他們數據 不一樣的因素 但是我們不能直接 就不能往下對下結論 再來還有就是 疫苗發明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打疫苗 就是保護自己不會染疫 保護自己的身邊人 我們不會去當那個傳染員 不會死掉 不會重症住院 那在這麼多的疫苗好處裡面 你覺得有沒有最重要的 你覺得最重要最重要 就比如說他有一個優先順序啊 比如說我打疫苗 我是想要不要染疫 這是我心裡面優先順序 但是實際上 打疫苗 譬如說假設我們剛剛說 輝瑞疫苗以最好的 大家都最想要的疫苗來講好了 輝瑞疫苗有95%的保護力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保護力呢 我把它解讀是 95% 你可能不會確診 也就是說 你這樣講也是有道理 也就是說 我打了95% 可是我還是會 他不能完整的保護你 100%不能染疫 其實你還是有染疫的機會 只是說它是一個比例的問題 所以打心安的 這只是100%的就是保護你 但是其實打了疫苗之後 你不一定能夠 現實生活中不一定是你百分之百傷的那樣子 完美 也許你還是會不小心染疫 但是疫苗 它最重要的目的其實是保護你不會死掉 哦 就是盡量你發病完之後 就不要往重症那個方向去 對比較不會往重症放下去 那你可能不會進加護病房 你也不會死掉 那你如果少去加護病房的話 對醫療人員來說也是減輕他們的負擔 因為你加護病房也許可以 留下來給更需要的人 對更需要的人 那你自己是不是就平安的 度過這一段時間就好 所以其實疫苗它的研發目的 最終最終是要保護你 不會死掉 不會重症 可以安穩的在這場瘟疫中 好好的活下來 現在疫苗又說我們輪不到 那你美國到底什麼意思 所以我翻譯他的 我翻譯柯文哲的話 不是柯市長說的 是我說的 就是快給我疫苗的白痴 那我問你喔 法文怎麼講 所以我們也對馬克宏喊話好了 快給我疫苗 等一下再講一次 就給我疫苗的疫苗 對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